大家好 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核算一个是在投资时点 可能会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我们上级课也谈到了 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经资产供应价值份额就不动了 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小于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经资产供应价值份额 我们会计上要调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代应利外收入 那接下来呢就说 投资之后被投资单位所有的权益发生增减变动 投资方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投资之后被投资单位所有的权益的变动 可能是由于盈利亏损 也可能是由于分现金股利 也可能是由于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那还可能是除净损益利润分配 其他综合收益以外所有的权益发生变动 那只要是被投资单位所有的权益发生变动 权益发核算相应按持股比例 都要进行调整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那下面呢要说的 就是投资之后被投资单位盈亏 这块我们如何来进行处理 那是第二个投资损益的确认 也就是说投资之后 被投资单位实现了利润 那他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投资方相应的要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持股比例 我们会计上是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代方代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也说过了 它是代表当期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变动数 如果说被投资单位发生净亏损 那当然了 他的所有者权益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比例调减 就会借方借记投资收益 代方代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但是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 我们要认定的是什么样的数字 是不是就是被投资单位 当期账面上的净损益 不是的 说过权益法 核算呢 它是属于企业合并购买法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而购买法要求 认定被购买方资产负债是购买日 那这些资产负债 以后影响损益 当然是以购买日供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的 所以呢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 如果说投资时点 被投资单位 要是存在资产 供允跟账面不一致的话 那供允跟账面不一致的差额 对当期所谓的影响要进行调整 那对于企业合并 涉及内部交易 未实现的损益要消除 那同样呢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也要考虑投资单位被投资单位 涉及内部交易消除的问题 这都是要进行考虑的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个题目 16年1月2号 甲公司以货币资金 取得以公司30%的股权 初始投资成本为4000万元 当日以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为1亿4000万 与其账面价值相同 那公允跟账面一致呢 告诉了说公允跟账面差 不用进行调整了 甲公司取得投资后 即派人参与乙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 但未能对乙公司形成控制 乙公司16年实现净利润11000万 说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 16年甲公司下列各项 与该项投资相关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A确认伤余200万 那显然与这个没关啊 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投资是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变身经济产公允价值份额 是不是伤余 是 但是也说过商与整体相关 权益法核算时不可能确认商与 因为被投资单位整体 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会计主体 只能内涵在长期股价投资中 B确认盈利外收入200万 那如果说初始投资成本 要是小于 投资是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变身经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确实要确认盈利外收入的 那好我们回到这个题目里面看一看 初始投资成本这里说是4000 而这一天被投资单位可辨认经资产公允价值 这个公允价值呢 给的是1亿4 1亿4要是乘以30% 4200了 4000小于4200 那当然了 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小小份额 那我们就确认盈利外收入呗 所以B是没问题的 确认盈利外收入200万 再看选项C 确认投资收益300万 那投资收益我们看一下 投资之后被投资单位实现了净利润是1000万 然后这里面呢又不涉及到后续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调整的问题 也没有给内部交易 当然我们就是用1000万乘以30%就行了 300万 所以这个也没问题 确认投资收益300万 D呢 确认资本公积200万 当然这与资本公积没有关系了 如果说资本公积要是真的涉及条的话 后面会说 就是说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利润分配其他综合收益之外 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 投资方权益法核算会涉及到调整的问题 影响资本公积 那这个题目呢 B和C是正确的 我们具体往下再看 就是涉及净利润调整这件事情 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我们要考虑什么 就不是说账面上的净利润直接乘以投资持股比例了 要考虑的一个是说 如果说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 和投资单位不一致 或者会计期间和投资单位不同 那相应的都应该按照投资企业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做出调整 大致知道这概念 这个呢在我们考试时 应该不会让你做出调整 不会出大体的 那其实 像后面谈到合并报表编制时 也有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被投资单位 会计政策跟投资企业不一致 也要调 会计期间跟投资企业不同 也要按照投资企业调 那确实有这种情况吗 比如说我们在境外的 那境外的 他的会计期间10月1号到下一年的9月30号这家子公司 那我们的年度的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所以就涉及有会计期间调整这件事情了 那下面第二个问题说的就是 既然在投资时点 我们认定被投资单位的资产 是投资时点的公允 那这些资产以后减少是往费用里寄 当然就应该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往费用里寄了 不也说过吗 资产减少往费用里寄 那你比如说 如果说有一项存货 被投资单位账面上的是100万 公允价值是200万 当年呢 他要把存货都卖掉了 他往费用里只寄100万啊 存货减少寄费用 你卖多少钱他是确认收入 那我们应该是往费用里寄多少呢 认定他的数字呢 是200吗 因为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确定 所以呢 第二个问题讲的就是 如果说在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有的资产 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我们应该是把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不一致的差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做出调整 什么叫做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啊 像我刚才谈到的 如果说当年投资 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有一项存货 这个存货的账面价值100万 公允价值是200万 然后说我们投资当年 被投资单位把存货 卖了60% 那他要卖60% 你说往费用里寄的被投资单位自己 是多少 是100万乘以60% 你卖掉部分才往费用里寄啊 没卖的还以存货的形式存在 当然没有影响损益 那我们应该是多少呢 是200万乘以60%费用里寄 所以叫做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进行调整 这是一个调整 不过我们后面还会说 涉及到别的一些调整的问题 比如内部交易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下面一个问题 说在评估 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 是否具有重大影响的时候 还要考虑潜在表决权的影响 这个其实在前面大致谈到过 你重大影响 是能够参与被投资方 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决策 原来的持股比例可能比较低 没有派董事 那如果说后续的有认股权证 可以转股了 转股之后 可能就派董事了 这不前代表就全吗 你这一定是要考虑 但是我们真正算数字的时候 比如说被投资单位净利润的变动 或者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 或者说除净损益 利润分配 其他综合收益之外 所有的权益变动 我们调整时 潜在表决权这一部分的比例 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真正的形成 持股的比例 没占 那我们还是以 真正现在持股比例的数字 常以被投资单位所有的权益变动 做出详细的调整 就说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谈到了 被投资单位 如果说有金融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分类为权益工具呢 它鼓励这一块 并没有影响损益 分类为权益工具 就是通过利润分配这种方式来处理的 但是这一部分呢 它根本是与普通股 你这边投资持股比例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那是一个 比如优先股或者永续债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所以我们再算投资收益时 那一定是要把 这一部分给扣了 与普通股没有关系 那比如说 当年被投资单位 账面上的净利润 要是一千的话 我们投资方持股比例百分之三十 然后他说 有一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优先股 不过大家清楚啊 优先股可能分类为权益工具 也可能分类为债务工具 说这部分股利呢 优先股当年的优先股的股利有100 但是这个股利没有影响到净利润 如果它分类为债务工具 这啥事都没有了 分类为债务工具 当然它是在费用里面反映了 比如说作为利息费用已经反映了 利润里面就含它了 但是分类为权益工具没有 没有这一部分呢 一百七十与普通股东 没有任何关系 本来正常的 也应该在当期利润里面把它扣了 你站在普通股股东角度来说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应该是一千减去这个一百 然后呢乘以投资持股比例 百分之三十来确认投资收益 其实是这么一个概念 说要把它给剔除 那这一百当然我要剔了 也要乘以自己的持股比例吗 最终享有的损益是这样的 进行计算 所以这里面说 投资方计算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净利润时 应将归属于 其他投资方的累计优先股股利 那予以剔除 实际上我们就把整个的一百多扣了 也就是说他有多少股利 你在计算的时候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累计优先股扣 如果非累计优先股 那当年没宣告的你别扣 他宣告的这一部分就把它给扣了 按照这种方式而确认投资收益 这是说享有经历润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教材的例十六 这个呢 就说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呢 要进行考虑 甲公司于207年1月1日 购入已公司30%的股份 购买价款为3300万 并自取得投资之日起 派人参与已公司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 取得投资当日 已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9000万元 除那个表所列的项目外 已公司其他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相同 甲定已公司于207年实现净利润是900万 其中在甲公司取得投资时的账面存货 有80%对外出售 甲公司与已公司的会计年度 及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同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均按年限平均法 就是说直线法 提取折旧或者摊销 预计净残值均未零 甲定甲乙公司间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 那这表里面就是给了一些资产 那资产呢 有账面价值 有公允价值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说当年要计算 调整后被投资单位净利润 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不一致 对当期损移的影响 我们要把它给扣了 你看存货现在成本账面上是750 公允价值1050 如果说投资当年 被投资单位存货全都卖掉的话 我们都卖了 被投资单位自己往费用里寄的 存货减少往费用里寄 它肯定是750 而我们认定的被投资单位 这项存货是1050 所以呢你当然做费用的就1050 那很显然要是都卖掉的话 按照公允价值往费用里寄多了 利润相应的就减少了 要是说只卖掉80%呢 那当然了被投资单位自己往费用里寄的 750 x 80% 而我们这一边呢 认定的数是1050 x 80% 仍然要供允价值往费用里寄多 所以你又净利润算调整后的利润 当然把这个数字要扣掉 我们再看固定资产 账面原价是1800 提折旧或摊销的数是360 供允价值2400 然后这里说 乙公司预计使用年限20年 假公司取得投资后剩余年限是16年 我们看一看 被投资单位 他这一年提的折旧 应该是1800除以20年呗 那或者说 1800减完360除以16啊 还剩16年也行啊 不过我们现在 既然投资10点用初始投资成本 跟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性资产 供允价值分合去比 所以我们认定这项资产应该是供允价值 那你要说供允提折就一年提多少啊 2400除以上课使用年限10年呗 这样拿着供允价值提的折旧又提多了 提折旧提多往分率寄多了 利润相应的会减少啊 那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 那接下来 再看无性资产 账面原价1050 摊销了210 供允价值1200 原来的总的预计使用年限10年 现在上课使用年限18年 你说被投资单位无性资产摊销 一年往费用里寄多少 那就是1050除以10倍 在原来自己的 每一年往费用里寄的 而按照供允价值来进行计算的话 一年摊销数应该是1200除以8呀 同样按照供允价值摊销的多了 费用加大了利润相应的也会减少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假公司在确定 其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时 应在以公司实现净利润的基础上 根据取得时投资时 以公司有关资产 供允价值账面价值差额 对当期存产的影响进行调整了 就是说算被投资单位的利润 应该基于那些资产减少收网费用里 按供允价值为基础计的才行 那好 我们刚刚也分析过 说存货呢要是卖掉80% 因为这里说了 取得投资时的账面存货 有80%对外出售 那你也想被投资单位自己 它呢是750乘以80%往非用里寄的 我们既然认定的是1050 那也就说应该是1050乘以80%往非用里寄 1050乘以80% 这样呢 供允价值 和账面价值不一致差额 对当年损益的影响差多少 差240 千万不要说乘以20% 因为你节存的不会影响损益 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资产有的 我们要调的是往非用里寄的这一部分 供允跟账面不一致影响 那一定是卖掉部分才往非用里寄 所以这有一个是240 我们再看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供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额 调整增加的折旧额 按照供允价值一年提的折旧 2千4除以16 而被投资单位自己账面价值提折旧 那是1800除以20 每年的折旧 那么账面原价除以总的年限20年 所以供允价值这一年 比账面价值提折旧又多提了60万 就这个数吗 多提60万利润也相应的会减少吗 接下来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说这里要不要用60万 告诉在当年 按供允价值比账面价值多提折旧 60万乘以12分之11 说要不要11个月 有同学说当月增加固定资产 当月不提折旧 那是不是这一年提折旧提11个月 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当然这是不行的 我们是从投资10点开始算起 那你看这题目投资10点是什么 2027年1月10号 这个写1月10号有的不是很好 如果变成1月1号 1月2号就好了 我们就认为是1月初 投资10点是2027年的1月初 那你真正说提折旧 多提多少 肯定从投资10点算起 我们并不是对固定资产在核算 固定资产大家看到 已经用了4年了 一直在企业里是存在的 我们不是说 在2027年1月买的固定资产 是早已经都有了 那你要真正公允跟账面差额调整时 所有的资产看什么时候 看投资点 投资以后的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差额都要进行调整 那如果说我们投资10点 是在2027年的1月31号 那很显然啊 利润数也应该是从1月31号算起 我们才享有 那如果说这项固定资产 问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差额 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当然就60得乘以十二分之十一了 包括无形资产也是如此 都得乘以十二分之十一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定是从投资10点算起 必须的 因此啊我们这里边 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差额 调整增加的折旧额 因为问题就是60当年 好再看无形资产 有三项目 无形资产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差额 应调整增加的摊销额 按照公允价值一年摊销数 172除以8 因为上个使用连续是8年 然后我们再减去的1050除以10 原来的原价1050 原来预计使用连续10年 所以他自己摊销数 1050除以10 而我们认定公允的 当然172除以8 这样207年无形资产 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多 摊销了45 都摊销了 费用加大利润减少了 所以这几个都要考虑进去 别管什么样的资产 公允和账面不一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要把它考虑在内 这是要分析一个问题 同样刚刚说了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你不要去再投资这部分 再去想什么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折旧 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 当月就摊销了手 我们不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核算的手 是投资 从投资时点算起 因此我们看调整后的净利润 那应该就是 900减去240 减60 减45 原调整之前的是900 存货公允 和账面差额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因为不考虑所得税了 所以减去个240 那固定资产的当期呢 就应该是 按照公允价值 多提折旧 往费用利涉60 减去嘛 利润当然就减少了 那对于无形资产来说 也没有问题啊 公允比账面多了 费用加大利润减少了 因此900把这几个去掉 是调整之后的利润 这就体现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不一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要做出调整 这我想大家千万别背 背完了之后就可烦了 你比如说存货 就是卖掉部分 调了 等你后面学完内部交易 时会发现说 结存部分调 一旦要是背的话 就烦了 哎呀 这个到底是结存部分调 还是卖掉部分调 我们现在说的是 在投资时点被投资单位 已经有的存货 那当然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我们认定公允啊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一定是什么 卖掉部分 这有什么说法 你没卖哪影响损益了 等我们后面要谈到内部交易 说的是 投资之后 内部交易的损益不认 你不认的话 一定是没卖掉部分 这是开始要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我就记住了 反正投资时点有的 我都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都往下捡 卖掉部分 我们有一年的题目呢 说是发生亏损了 假定这个题目 发生亏损是900万 你说调整之后的净亏损 会是多少 你要发生亏损900万 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多的 往费用力气多了 亏损怎么样 当然加大了 那你这几个都得加上它呀 正常去考虑 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说的意思就是 也不想就是说我记住 这个不好 你记住的话 你别搞反了 当然你现在往费用力气多了 它给的是属于利润的话 一定是使利润 或者调减啊 没问题啊 那你要是亏损 当然加大亏损了 这样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再看 假公司应享有份额 那你享有份额555万呗 调整之后的乘以持股比例 30%吗 166.5 这样确认投资收益的账目处理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调整 166万5000 代投资收益之堂 那这个例子真的非常好 如果说把1月10号 再改成1月1号或1月2号 就会更好了 他说1月10号 你认为反正前九天都放假 算了 那我们接下来 下面一个 说对于投资方或纳入 投资方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与其联形企业及恒影企业之间发生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应与抵消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是个什么概念呢 是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进行了调整 那现在要说的是投资之后 如果说这级道 有未实现的损益的话 那你要调 也就是说投资方与联营企业及恒影企业之间发生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按照应享有的比例 计算归属于投资方的这一部分 应当予以抵消 把未实现的利润 要乘以投资方的持股比例 来进行抵消 之后再确认投资收益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投资企业 然后有联营企业或者是合影企业 对于联营企业或合影企业 出售资产给投资企业的 那这个叫做逆流交易 如果说投资企业 要是把资产出售给联营企业或者合影企业 我们把它叫做顺流交易 现在呢 就是把投资企业 联营企业或合影企业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看待 作为整体未实现的这部分损益 我们要把它给消除 说的是这个事情 那然后有这么一个提示 说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影企业之间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消 和投资企业与子公司之间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抵消 有所不同 说这两个不一样 母子公司之间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在合并报表中呢 是全额抵消的 谈到合并报表时 大家也会注意到 我们是合并的理论 目前用实体理论 内部交易 别管顺流逆流全底 然后说 而投资企业与联营企业 合影企业未实现损益的抵消 你要乘以投资方的持股比例 不是全底 只是归属于你自己的这一部分 才把它进行抵消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如果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80%的持股比例 那当然了 现在少数股东持有子公司 20%的持股比例 在实体理论下 我们合并报表 母子公司 作为一个整体 实体理论下 少数股东权益 他是合并报表中所有的权益 既然他也是所有的权益了 那你说母子公司之间 不管随向子公司投资 都是所有的权益 这种情况 未实现的损益 肯定是全底 你不要去乘以任何持股比例 好了 你说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80% 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我们就乘以80% 那不是 我们根本就不要乘以十股比例 要把它全都抵掉了 因为我不说 少数股东权益 也是所有者权益 那你内部的损益 当然都要剔除 他是这个事 但假如说 我们再看这种情况 要是说投资企业 拥有联营企业 30% 对他有重大影响 那联营企业的 其他的股东 投资者 会拥有70% 我们现在是把投资企业 联营企业做一个整体 而你其他投资者 根本不会在那个整体里面 去反映他 不像说少数股东权益 他会体现在 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中 我们投资企业 联营企业只能说 这项业务 我们把它认为 是一个整体来看待 根本就没有 合并报表这一说 所以像其他股东 持有联营企业70% 你这一部分说 有一些未实现损益的话 他根本不承认 那你真正要抵消的 也就是说投资企业 和联营企业放在一起 有多少未实现损益 然后乘以30%去抵消 只能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母子公司的抵消 你不要去考虑 母公司投资持股比例的事 但是 要是投资企业和联营企业 这块的抵消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投资持股比例 就注意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说说 怎么去理解 投资企业与联营企业 或合影企业之间 未实现的损益抵消这件事情 怎么去考虑 这个理解时 对于逆流交易 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 你比如说 我们是这种情况 要是联营企业 把他的存货 卖给投资企业 假定80万的存货 卖到投资企业 卖了一个100万 80万卖100万 那你想啊 在联营企业的这一边 他呢会确认 营业收入100 他要截转引入商品成本 反映到营业成本 是80 他这边的存货 会减少了一个80 而投资企业这一边 当然他的存货 会增加一个100 如果说投资企业 把这个存货期末 全都结存了 那现在出现一个 什么问题呢 你会看到 如果说作为一个 整体来的话 那只能存货80万 到另一方 还是80万才对的 结果现在不是 结果这里面 多了一个20 不叫未实现利润吗 而这一步要是不认的话 你会看到原来的营业收入 100 营业成本80 他确实增加了 联营企业的利润 那你当然从他的利润里面 把这20 既然不认为要扣除出去 相对来说容易理解一点 这个没问题吧 那下面我们看一看 对于这种顺流交易 如果说投资企业 他把存货80万 然后这边呢 卖给了联营企业 卖了一个100万 顺流交易 为什么要进行抵消呢 那他呢 投资企业在这一边 会反映一个有 营业收入 100 然后有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80 当然这块存货 减少了80 一定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是在这一方 投资企业的一边 那之后 联营企业的这一边 你会发现他的存货 就会增加一个100 从表面上来看 好像联营企业这一边 没有任何影响到 所有者权益的事 那你消除什么呀 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那对这件事情 其实有这么两种解释 都可以 一种呢 我觉得比较好的 他说你这边的银行存款 我们买存货吗 银行存款减少多少 银行存款减少了100 减少100 他这样来考虑 他说一个是属于 购入内部的存货 用了一个80 然后对外分配股利 分了一个20 这是一种理解的方式 你想如果说联营企业 要像投资企业分股利 那你权益法核算 当然要滚啊 这边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那边呢肯定相应的 要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我们是权益法核算啊 那我们当然就是 借方借投资出去 带长期股权投资 把它给抵掉了 这是一种理解的方式 所以顺流交易 其实你是从长期股权投资 减少的角度去考虑 因为本身我们内部交易 消除这件事情 都是要未实现利润的话 带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你借方会借地投资收益吗 你从长期股权投资理解 就没问题了 真正内部存货值80 我付了100 付100买存货买了80 然后再给他分股利分了20 分股利20 当然站在投资方 长期股权投资会减少 因为那个子公司所有的 联营企业所有的权益减少 他家的持股比例减少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说 这个存货本来只是值80 我们这边寄了100了 等存货以后往费用里寄100 虚亏了 所以你把它给减去20 这是另外一种 那一种就跟我们正常核算数理解起来 比较偏差 因为我们不核算这些虚的 虚亏这个问题 那不管怎么说 无论是顺流交易逆流交易 如果有未实现的损益的话 你相应的都是要进行消除 消除时把未实现损益 之后要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来进行消除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别管是属于逆流 还是顺流 有未实现的损益 应该相应的把它消除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投资方与联营合营企业之间发生 投出或出售资产的交易 说该资产构成业务的 有关会计处理如下 一个说联营合营企业 向投资方出售业务的 投资方要全额确认 与交易相关的利得损失 构成业务的 这部分损益要全确认 完全认为卖掉 不涉及内部交易消除 业务在前面谈到过了 就是具有投入 加工处理产出能力 算作构成业务 投资方向联营合营企业 投出业务 投资方因此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但未取得控制权的 应以投出业务 供应价值作为新的长期股权投资 出示投资成本 然后你出示成本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全即当其损益 那投资方向联合营企业出售业务 取得对价 与业务账面价值之间 都即当其损益 这就不涉及内部交易 消除这件事情 举个例子说一下 甲公司为某汽车 争产厂商 16年1月 甲公司以其所拥有的 从事汽车配置生产的 一个分公司构成业务 一个分公司 应该具有投入 加工处理产出能力了 相机持股40%的 联营企业以公司增资 同时以公司的其他投资方 持有以公司60%股权 也以现金6千万元 向以公司增资 增资后 甲公司对乙公司的 持股比例不变 并仍能施加重大影响 上述分公司构成业务的净资产 那资产负债之间的差额 账面价值3000万 公允价值4000 不考虑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我们这里面 就说 对象业务公允价值4000 你作为长期股价 初始投资成本 初始投资成本 跟账面价值投出的 3000万元的差 全部把它寄到当期损益 不要再考虑一个内部交易消除 我们后面会谈到 如果说 真正投资的 不是一种业务 我们这是分公司 是业务 那当然还要认为是 类似于一种顺流交易 未实现所有消除的问题 就在后面会谈这件事情 所以下面就讲 投出或出售的资产 不构成业务的 应当分别顺流交易 逆流交易 来进行快捷处理 这个是后面会讲 怎么去做 这就说 还要考虑是不是构成业务 构成业务的 认为全部确认损益 不要考虑内部交易消除 什么叫不构成业务 如果说我们只是说 把存货 由一方卖给另一方了 那你存货本身 肯定是不构成业务的 注意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了 那这一刻给大家谈到的 就是涉及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后续计量 投资之后 被投资单位盈亏 如何来进行快捷处理 当然 这个盈亏呢 我们要考虑 一个是 政策期间不一致要调 知道概念就行 再一个呢 就说 如果投资时间 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我们要进行调整 那这个当然要清楚 又给大家讲解了 书上的例子 然后呢 如果有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要消除 只是说介绍了 但内部交易消除时呢 要看是不是构成业务 构成业务你不用管它 不构成业务的 要进行消除 好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